送大悲咒20天,顺利签订合约 作者,Jeff Lee 让我先来说说我的自身状况 由于家庭原因,与自己公司和生活支出每月的开销庞大 这笔钱时常让我的生活卡得过气来 我是依赖表演为生的表演者 这意味着这工作非常不稳定 我常常迷失在生活的漩涡中 有时分上的钱明知即将用尽 但面对需要付款的账单却无可奈何 回首以往的日子或是超级幸运的人 总是会出现贵人临时帮助的一把 这种十分幸运的巧合让我知道 有菩萨在帮助我 我也常在想为何自己不能幸运地 接到超长期的演出机会 我知道自己努力是一切的基础 但我真的很想知道何谓是运气 是否有一种公式能增加幸运的出现率 偶然的际遇 我看到了一篇震撼文章 那就是宣化上人的大悲咒前世 由于前阵子 我的工作出现奇妙的变化 酬劳颇好的演出案子找上门 到最后却没有接到或是被取消等等 于是我深深地感到了财务危机 内心一直期盼着奇迹的降临 我开始读诵大悲咒 我知道大悲咒这对于大家并不陌生 但试问又有多少人读诵着大悲咒 看完宣化上人的大悲咒前世 我想试试文章所写的 用二十一天许下一个愿望 刚开始每天念诵一遍 后来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背诵起来 因为需要发挥大悲咒的效益 需要能够背诵 我每天都非常诧异 自己能背诵起来 因为大悲咒会白化文 但我更相信那是菩萨的加持 才能有十次神速地背下大悲咒 于是开始了每天一百零八遍的功课 刚背下来的三天 每天的早晨很早就起了床 而且是精神饱满 即便我才睡了几个小时 我对此现象的解释是菩萨加持了 那三天的状态真是让人怀念 所以如果当你背诵下来时 也发生同样的现象 欢迎和我分享 不久后我接到了经纪人的消息 之前的长期演出合约 争选表演者 我进入复选了 这真的太让我开心了 这天是我背诵大悲咒的第二十天 太神奇了 我的愿望真的实现了 接着经过一番离奇的过程 我终于幸运地签下合约 过程中发生了很多的幸运 包括我可以有自己的个人套房 遇到一位美丽讲中文的总监 挑选到专业的女舞者 演出排在我有足够时间练习的日期 顺利图安全考试 这份幸运 我希望也能将在您的身上 作者 杰弗里 随喜工长 感谢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